大家好 我是鸡腿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刘禅在诸葛亮去世后街连杀了三位重臣 他真的是傻子吗? 公元263年蜀汉被灭 后主刘禅主动开城投降 成了司马昭的俘虏 被押送到了魏国的都城洛阳 为了笼络人心 稳住对蜀汉地区的统治 司马昭先是以魏元帝的名义封刘禅为安乐宫 然后给他的子孙和五十多位蜀汉大臣 都加封了侯爵之位 一天司马昭在宫中大摆宴席 招待蜀汉君臣 宴会上他故意安排了一曲蜀汉的歌舞 在场的旧臣看霸 纷纷触景生情掩面而泣 唯有安乐宫刘禅看得津津有味喜笑颜开 司马昭不怀好意地问刘禅 你还想念家乡蜀的吗? 宴会结束后司马昭对亲信贾冲说 刘禅这个人居然没心肝到了这种地步 即便诸葛亮在世 恐怕也没法让蜀汉维持下去了 何况是才能不及诸葛亮的疆维呢? 从此刘禅在人们心中就成了扶不起的阿斗 也成了庸主的代名词 历史上的刘禅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刘禅小名阿斗 公元207年由刘禅的妾室甘夫人所生 他12岁那年被刘禅立位太子 和曹操孙策的儿子们相比 刘禅的这个儿子实在毫无出奇之处 少年刘禅既没有曹擲、曹冲的文才 也没有曹张、孙权的勇武 在他人生的前16年中 公元208年曹操举兵攻打荆州 刘备携民渡江 不料再当阳长板大败 甘夫人和尚在强堡中的阿斗也在乱军中走失 幸而刘备手下的大将赵云不计个人安危 拼死找到阿斗母子 这才带他们杀出重围 使他们幸免于难 另一件事发生在公元212年 当时阿斗年仅5岁 刘备续取的郑世孙夫人 因与刘备正见不合 就想带阿斗返回孙吴 诸葛亮得知此事后 赶紧派赵云和张飞到江边拦截 这才夺回阿斗 将他留在刘备身边 为了将生性平庸的阿斗培养成才 刘备和他身边的文臣武将 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 刘备虽然整天忙于国事 但还是亲自给他制定了 身子韩非子 管子六涛等学习内容 诸葛亮也亲自抄写了这些书 让他经常诵读 除了读书意志之外 刘备还叫阿斗学武 环宇记尤载 摄山在成都县北十五里 刘主禅学摄于此 所谓名师出高徒 在刘备、诸葛亮等名师的用心教导下 阿斗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 起码诸葛亮对这个徒弟很满意 他对好友杜威说 朝廷年方十八 天资人敏、爱德下士 能得诸葛亮如此评价 想来少年流产也不算太差劲 公元二百二十三年四月 一代枭雄刘备在白帝城郁郁而终 临终前 刘备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将蜀汉和流产托付给丞相诸葛亮 尚书令李燕 此时的蜀汉已失去荆州 又刚在夷林之战中大败 五虎上江中只剩下一个年迈的赵云 刘备比任何人都清楚 如果没有良相辅佐 年仅十七岁的刘缠 是无论如何也担不起蜀汉这副烂担子的 弥留之际刘备拉着诸葛亮 无比诚恳地说 你的才干要比曹丕强十倍不止 如果你来主政的话 一定能完成我们兴富汉士的大业 太子如果能干 你就辅佐他 若是他不堪大任 你就取而代之 诸葛亮一生心思敏捷 怎能听不出刘备话里的深意 刘备虽有让贤之意 但他更希望这蜀汉的江山 掌握在自己的儿孙手里 司机此处 诸葛亮当即泪流满面 叩首承诺道 臣一定竭力辅佐太子 致死不悔 刘备对诸葛亮的回答很满意 紧接着他召刘缠上前 做了第二件事 给刘缠留下两到一兆 其一 让刘缠视诸葛亮如父 其二 劝刘缠多读书 勉励他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我们常说一句话 知子莫若父 从后来的事实来看刘备此举 无疑是对资质平平的刘缠 最好的安排了 一个月后 刘缠继位称帝 开启了人生的第二个阶段 武侯辅政 与魏国 吴国同时期的皇帝相比 刘缠这个皇帝 当的是最轻松的大小正式 他一概不问正式无巨细 贤绝于量 而刘缠也乐得如此 他曾自豪地对身边人说 正在革世记载寡人 国家大事由诸葛亮负责 寡人只负责祭祀之类的礼仪就行了 这一时期的刘缠虽然毫无作为 但史学家对他的评价却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放权让更有能力的诸葛亮 能放开手脚开辅志士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三国中实力最弱的蜀汉 之后他平定南中北拒曹魏 东河孙权兴修水利发展贸易 使蜀汉一度出现了田仇屁 苍领石气泄力续姬饶 朝会不华路无罪人的盛世景象 由此来看刘缠的无作为对蜀汉来说 反而是一件好事 必会将这手工记在刘缠头上 所以清代文学家圆梅才会感慨 孔明之贤及后主之贤也 不用劳心劳力还能落得各好名声 这样百利无一害的事情 刘缠即便是个傻子 也会乐得其成吧 更何况刘缠非但不傻反而很精明 这一点 诸葛亮直到临终前才发现 公元234年 诸葛亮病逝于北伐途中 享年54岁 他用实际行动 兑现了自己对刘备父子的承诺 临终前他见到了刘缠派来的使者李福 李福奉命前来 主要是为了咨询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丞相百年之后 谁可堪当大任 诸葛亮大吃一惊 刘缠看似对国家大事 漠不关心 原来 他心里透亮着呢 诸葛亮满怀欣慰地回答 蒋婉可以接任 李福又问 蒋婉之后呢 诸葛亮答 费一可以继任 李福又接着问 费一之后怎么样 这个问题 诸葛亮没有回答 有人说 这时的诸葛亮已经尤尽灯窟 没法再开口说话了 也有人说 诸葛亮预测到了蜀汉的国运 费一之后 蜀汉变不复存在了 更有人认为 诸葛亮此举是相信费一之后 刘缠定会成长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君主 自然不需要他为刘缠再操心了 由于史料有限 我们无法判断哪种说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自诸葛亮死后 刘缠在史书中的形象变得不一样了 诸葛亮在时 刘缠将国家一应大事 自己无事一身轻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找 向父 把诸葛亮类的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这哪是一国之君 简直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可自诸葛亮去世 刘缠接连做了好几件大事 人们这才惊觉 原来刘缠的心机隐藏的这么深 第一 处死李淼 充分肯定了诸葛亮的功劳 由于诸葛亮在担任丞相期间 刘缠对诸葛亮心存不满 一直很忌惮 为了打破谣言 刘缠亲率文武百官出城二十里 迎接诸葛亮的遗骸 又束缚罢朝三日 命全国为丞相举哀 在福灵时 刘缠伤心不已 竟当场哭倒在的 就在这时 丞相参军李淼 给刘缠写了一封弹劾信 信中直言 诸葛亮狼固虎视 全臣逼主甚至劝刘缠 不要为这样的人伤心 诸葛亮死了 国家才能安定 君臣才能一心 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看罢之后 刘缠暴怒 当即命人将李淼 投进大狱杖沙 李淼的死 不仅终结了朝中的流言 充分肯定了 诸葛亮的功劳 还说明刘缠心里 其实并不糊涂 他虽然被架空了黄泉 笼络了诸葛亮 旧臣之心 诸葛亮刚一去世 蜀军就发生了内讧 丞相参军杨仪和大将魏妍 为了个人恩怨 互相密告对方谋反 兵便一触即发 刘缠听说这件事后 听取了蒋婉董允的意见 决定先派蒋婉赢回杨仪 让大军撤回成都再行定夺 谁知杨仪不仅令马代斩了魏妍 还灭了他三族 善杀大将不管在哪个朝代都是重罪 之后 刘缠念及杨仪的功劳 并没有对他处以急刑 而是免去了他的职务 只让他担了一个中军师的虚职 杨仪不仅不感恩 反而心怀不满四处抱怨 刘缠只能将其贬为平民 流放汉家郡 谁知杨仪不知悔改 依旧抱怨不迭 最后刘缠忍无可忍 下令逮捕杨仪 杨仪自知死最难逃 于是自杀身亡 杨仪死后 刘缠不仅宽恕了他的家人 还恩赐其妻子 儿女回到蜀郡生活 诸葛亮生前 十分看重杨仪的才干 所以他才留下一命 让大军撤退时 以杨仪总领军事 刘缠对杨仪的一再容忍于恩赦 不是他没有底线 而是他要借此笼络那些 效忠于诸葛亮的旧臣 第三 重用沸衣和蒋婉 削弱相权 加强皇权 诸葛亮临终前 清点了蒋婉 沸衣为继任丞相 为了完成权力的顺利过渡 刘缠遵行了诸葛亮的遗嘱 命蒋婉为大司马 主管军事 但他同时又命费一 为尚书令和大将军 主管政务 两人的权力虽说各有侧重 但又相互交叉 相互牵制 蒋婉死后 刘缠乃自设国事 悄无声息地夺回了军权 彻底解决了蜀国延续多年的事无巨细 贤决于丞相的政局 在此之前 刘缠还斩杀了给自己泼脏水的 汉氏宗亲流眼 维护了身为皇帝的威严 除此之外 刘缠对北伐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 诸葛亮一死 刘缠立马下令停止了空耗国力 劳民伤财的北伐 公元238年 司马懿律大军征讨辽东公孙渊 蒋婉蠢蠢欲动 想乘机对曹魏用兵 刘缠专门下诏告诫蒋婉不要轻举妄行 虚无举动 东系及角以成其性 从这几件事情的处理来看 刘缠并不是一个昏庸的君主 甚至还能称得上是英明 骑马 他对外没重启战事 对内没大兴土木 让蜀汉的老百姓 过了近三十年的安稳日子 但是在刘缠执政的晚期 他也犯了很多错误 比如宠信宦官黄浩 断送了蜀汉的最后一线生机 公元263年 司马昭派中会 邓爱 诸葛续等分东 中西三路 大举进攻汉中 江维听说后立即上书刘缠 请他调兵遣将 筹集粮草早做准备 但黄浩却笃信巫术 告诉刘缠 敌人不会来 刘缠信以为真 便真的没做任何防守部署 结果当魏军真的兵临城下 刘缠立马慌了神 同死设计 但刘缠坚持开城门迎将 于是 建国仅42年的蜀汉 就此灭亡 当在前线奋战的江维 接到刘缠投降的消息时 将士贤怒 拔刀砍时 很多人因此对刘缠嗤之以鼻 一个皇帝 面对敌军连反抗也不反抗 直接就投降 连皇子和臣子也不如 真是太没骨气 太没出息了 自古成王败寇 蜀汉确实是王在刘缠手里的 作为王国之君 他被抨击被嘲笑 都是应当应份的 但同时我们也该看到 正因为刘缠的没出息 才使蜀汉的官员和百姓 免遭战争之苦 灭门之祸 就连刘缠自己也因此受益 历来王国之君的下场大多不好 可刘缠却得以安享晚年 寿终正寝 活到64岁 在宋代城珠礼学兴起之前 刘缠在蜀的老百姓的心中 还是一个很正面的形象 当地百姓还为他和诸葛亮建了庙 分裂于刘备的招列庙两侧 到了北宋 当忠孝结义的儒学思想深入人心后 刘缠这位主动投降的王国之君 就变成了不忠不孝 无德无能呆头呆脑的形象 这样的人怎配拥有专辞呢 于是供奉刘缠的庙和祠堂都被拆除 刘缠在世人心中的印象也就此固定下来了 刘缠于公元2213年登基至公元263年降位下台 称帝时间长达41年 是位属无三国所有国君中 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 在那个群雄歌剧冰连霍节的动乱时代 能执政这么久 没有典才智是根本做不到的 当然刘缠这人也有个巨大的缺点 那就是贤臣辅佐 他就贤明 奸臣辅佐 他就昏庸 就如《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所说 后主任贤相则为巡礼之君 霍燕树则为昏暗之后 总而言之 刘缠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 在他执政期间 政治上没有格顾顶心的建树 军事上也没有什么既往开来的成就 但平心而论 他也不是一个十足的昏君 他有点能力 有点思想 有点运气 这样的人 做个盛世守成之君绰绰有余 让他身在乱世还能有所作为 确实有点难为他了 诸葛亮在世时 也确实帮了流产太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和介绍给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感谢 感谢 感谢